捆的是谁破开的 送上门来的机会怎么能不打脸呢 哎呀 我略懂一些禁制的知识 刚才用了三分的实力就把禁制给破开了 三皇子 这下第一名是我们的了 破 破开了 这可是鲜活无比坚固的禁制 怎会如此轻易就被破开 真的被破开了 能够踏入禁制之中 那就是说 第二关傀儡失恋 我们是第一名 练习两关第一 这皇陵失恋的冠军是我们的了 可恶啊 就是这藤原大海 怎么会被他打破了禁制 陛下 傀儡失恋胜负一分 三皇子的队伍拿到了第一 居然数十年来都无法攻破的傀儡阵 今日居然被这少年所破 看来我们的计划离成功不远了 藤原先生 太感谢你了 此恩无以为报 本皇子永济一生 你若有什么需求 尽管开口 好 那我也不跟你们含糊 我确实又一物相求 金元国龙脉之上 有灵气孕育出的灵草一株 名曰太初金灵草 我帮你们破解这皇陵内阻碍 这太初金灵草必须归我 你 你想要灵草 金黄希望利用龙脉练柱法宝 灵草虽稀有 但对你们用处并不大 话 话是这么说没错 但灵草是极为稀有宝物 光是我同意恐怕也没用 三皇子 我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 我这是在通知你 我会得到灵草 就算与整个金元国为敌 便要得到灵草 即便是付出性命 我 若是没有藤原塌海 这龙脉不知多久才能开采出来 取取灵草 我皇族赠予你便是 不皇 您同意吗 藤原他还如此辛苦 为你夺得试炼冠军 灵草对他必定是十分重要 既然如此 朕怎能说出不同意呢 谢过金黄 接下来就是皇陵的主牧师了 里面机关重重 暗器无数 要小心至极才能推进 隐隐约约有一丝不好的预感 难道说 三皇子 我先下去看看 给你当先锋队 你一个人不安全吧 放心放心 果然 里面的机关全都被破坏了 战斗的痕迹都是装痕 我去 十二狗子进去了 有猴腮雷将狗爪子的痕迹全部覆盖 假装是我战斗过的痕迹 里面好大的动静 恐怕发生了非常激烈的战斗 三皇子 机关都被我清理干净了 咱们下去找龙脉吧 好 父皇 但凭黄陵试炼 便将继承人传给三弟 未免太草率了 再多比试更多的试炼吧 黄陵试炼足够看出实力 无需多言 三皇兄 这下继承人确定是你 太好了 全靠七妹 能够找到藤原大海这等帮手啊 前面就是出口了 总算到了 这里就是龙脉 你这死狗给我住口 我去这吃狗草啊 你打我干什么 你这狗就应该吃狗粪 吃什么草啊 那可是灵草 你快给我 警告 开出精灵草被直接拔出 建议马上保存 否则会因为失去 灵气而枯萎 没时间给你解释了 快把灵草给我 这可草原含大量精华可苦辣 本尊先找到的 凭什么给你啊 我是逼我的 洗头 消耗一千点大脸值 兑换金口项圈 与金箍同样效果的项圈 可用于妖兽身上 一群类游用过效果 控制力加强 寻找到的 最后 优优独播 我的